今天想和大家試製一些Pattern Glass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場景 我在做Lightbox 這裡有一塊玻璃 我會放在前面 我想這塊玻璃 後面 會有些類似Lightbox的效果 我們看看怎樣做 首先把裡面的位置 我把這幾塊 我嘗試把它變成發光的物料 先去到這裡 Emissive 發光 我會把這塊玻璃放在這個位置 放在前面 或者放在後面 放在後面 這塊玻璃暫時還沒有透明 我們先放進去 類似這樣 待會我會這樣做 旁邊有幾棵牆 地上 當作是背景的 接著 我們最主要是想說 那塊玻璃怎樣做 普通的玻璃 大家都容易做到 在這裡找 五眼六色 透明或者青玻璃 都很簡單 在這裡找到 如果你想做一些玻璃 那塊玻璃 就是有些圖片的 你會見到下面 看看 這裡有些 Glass pattern 裡面多數是 格仔 或者有些 一點點 那我們 拿一個過來看看 究竟是什麼 這個 看見到嗎 好像那些 格仔 那些 格仔 那樣 如果是格仔 那我們就分析一下 究竟它做了什麼 其實它 在這裡 你會見到 在這裡 做了一個 Beat Map 給它 那 你要找一張這樣的照片 那 或者在 Photoshop 或者AI 自己畫一張這樣的照片 那 沒有 其實 只不過是白底 黑線 這樣 行不行 那很簡單 很簡單 那接著呢 就在這個file裡 按進去 對 就是 給它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file裡面 有些什麼 原來它有很多種不同的pattern 有些叫做 Dirty 就是一塊塊的 那 有些其他不同的pattern 行不行 那 即是告訴我們 其實如果做玻璃的時候 我們 都可以 在這裡做到一些特別的效果 那 效果就是 其實 你會見到到時候的玻璃呢 那 它就 黑一點的地方 它就會 呈現一個 粒的狀態 白一點的地方 會呈現一個 凸的狀態 那 OK 那 那 那 這裡呢 我想試一下 把它換掉了 好了 我刪除了這一張 那 你未必需要 這樣去 如果剛才那種 一格一格 就要這樣做 那 如果你有時候 你見到有些 玻璃 一條條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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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做呢 那我們可以 就 用這裡 那 我們就 有一個 叫做 如果你又要做一個 粒的效果的話 那 剛才那些只不過有些線在這裡 那 如果你要做一些粒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開這個 叫做 Boom OK 那 這個Boom Map 這裡呢 給它一個 texture 這樣 那 這裡呢 你可以調 如果有一條條的話 我們可以調 一個 一條條的狀態 OK 那 我建議大家 這裡呢 就中間 給它多一種 灰色 給它多一種 這樣 灰灰的 OK OK 那 就等它 這個 顏色呢 再過得比較 自然一點 可以嗎 好 那 這裡呢 就自然一點 不要突然之間 在這裡 轉變得很厲害 這樣 好 OK 跟著呢 就 看一看這個 Texture 的Pastement OK 那這裡呢 就 現在就一條過了 那我就會再重複 10條 這樣 這樣 行嗎 這樣 10條 那 這樣 然後呢 就 按到上面 這個箭咀 可以嗎 去上面那一層 Up the access hierarchy 那 那你就會看到 這裡呢 那個玻璃呢 就會 一條條 這樣 隱一一見到 對不對 OK 那 就做到那種 調子玻璃的效果的了 那 那我等一下會 給大家看看 那另外 現在都想說多一點 就是 如果你 在這裡呢 你想它的玻璃 不是完全清的 那你可以呢 在這個 這個 那個 這個 那個 Gaussness 那 做回 少少 可能0.8 那 做回少少少 你的效果 這樣 OK 那如果你要 再帶其他的 顏色來講 那 我們可以開著 這個 Ford Color 在這裡 都開了 那在這裡呢 就 給它一點點 顏色 這樣 OK 那 如果我想 有少少藍藍的 的 這樣 或者 黃黃的 啡啡的 黃黃的 這樣 都可以在這裡 轉回顏色 的 OK 那 都幾有趣 那 那 再看看 那 弄完出來之後呢 會是什麼 效果 那我們現在 我們把這個 Glass 就把它 放回去 即 放回去 這裡 那 現在 看到 它都是 就是 就這樣看 它都是 一個 透明的狀態 那 我們 調好 那個 那 看 那 OK 調好 那 我就 保留 那 OK 那 然後呢 就試RAN一次 看看 RAN出來 看到什麼 情況 發生的 OK 那就 VENDER 先 那 那 這裡 VENDER 我們去 setup 那 加上 High 或者 Medium 什麼都好 那 Noise 就加上 開一點 VENDER 不用管 那 這裡 先 OK 看 效果 OK 那 這裡 就看到 Exposure 可以沒那麼厲害 OK 那 Highlight Burn 可以沒那麼厲害 OK 要不然 那裡就爆爆地了 那 Contress 自己再調整 OK 那 現在上面 其實呢 它 我們的頂部沒有封 所以 它有些光在那裡 纏繞著我們 那 那 我就 如果這樣情況 你可以試 那 我就 寧願 把它的頂部 那個燈 不 那個 就是 那 就是 就沒有那麼 纏繞性 那 去回這裡 就再來 那 有時 我們 室內 都會是這樣的 那 去回這裡 那 剛剛 那個 效果 那 如果你覺得 效果 物料 本身 那個 磨砂的感覺 不夠強 那 可以在這裡 就是 0.7 這樣 我 再來一張 看看 的 OK 那 大家要留意 那 大家要記得 這個 就開了 先 那 你才會看到那個陰影 那 陰影 隔到這一邊 OK 這樣 就見不到陰影 你看 就見不到陰影 這樣 來 按一次 那 那 就 不會見到 太陽的 現在 隱隱約 都見到 大家都見到 效果 就可以了 那 highlight burn 可以不太強 OK 甚至乎 你可以 將它 本身 那個 燈 將它 設定 沒有那麼強 那 如果 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 在這裡 等下 這條片 可以看到 大概 大致上 玻璃效果 會是怎樣 OK 最後 我 拆了 底 因為 我想 看到 後面 那兩隻 顏色 就 讓大家 看清楚 效果 是怎樣 那 其實就是這樣 你看 玻璃 就會好像 一條一條一條 這樣